南南 国交团 论坛 三箭齐发的方式 将美台经贸交流推向导风 今年10月由茂协率领的美国台湾形象展 把台美经贸交流推向新的里程碑 随着台积电及供应链到亚利桑那州设厂 加上美国基础建设法案相关需求扩张 茂协董事长黄志芳表示 在美南 北末正形成一个世界级的制造中心 台积电也到亚利桑那去投资新建新的半导体工厂 很多台湾的供应链也会随同前往美国 所以一个新的台湾产业巨落也会在美国南部形成 所以在这样的考量之下 我们决定在美国德州的达拉斯开设冒写的新办公室 协助业者来争取美国南部形成的新的建设商机 还有服务我们台湾即将形成的新的产业巨落 不仅美国台日友好情谊 在经贸方面也大幅越境 黄志芳宣布 明年台湾形象展将前进日本东京 我们台湾的科技产业实力经过这一二十年的努力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跟日本的产业来进行深度的合作了 我们会是日本最佳的伙伴 所以我们决定明年把我们台湾形象展的旗舰展开拔到日本东京 黄志芳指出 在动荡时代 台湾已成为全世界非常信赖的品牌 从半导体电动车等领域都能看到台湾的身影 黄志芳10月亲自率领台湾国家队 到底特律拜访美国指标车厂 获得丰硕成果 还要更进一步 前往汽车制造大国 德国及日本 看好美国中东市场 冒险明年在沙烏地首都利亚德设立办事处 未来不排球在非洲设点 展望明年会展景气 冒险将全面恢复台湾26场实体展 黄志芳期许能达到损益两平 新桃尔亚太电视程会模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 朋友们都OK了吧 感谢观看